大家好 欢迎来到听起来很科学 我是科学人杂志的静琪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台湾大学医学院脑语心智科学研究所的 曾明宗副教授 静琪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曾老师主持的实验室叫做疼痛与体感觉实验室 那老师在科学人杂志的11月号 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主观的疼痛可以客观理解吗 就是老师的专长就是疼痛跟怎么样管理疼痛 对啊 或者说我们怎么感觉到疼痛或外界的一些刺激 是 可是疼痛是我们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我今天早上一醒来就觉得头很痛 然后想到今天还要上班 还有公司的事情要处理 头更痛了 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疼痛的问题 像头痛啊 生理痛啊 牙痛啊 这些 这些痛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是好像跟我们形影不离 痛是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 对我们来说 他应该是提醒我们 你身体不舒服应该休息了 还是我们就是应该拿止痛药来克服他了 就是疼痛这件事情如果对一般正常来讲的话 应该是朋友啦 就是说最简单大家知道 就是说他可以让我们避免一些危险 比如说如果你有被锅子烫过的时候 那你下次走过去厨房你就会小心 或是说你的手被门夹到 或是冬天被禁电电过 那么你就会比较小心说 我经过的时候我大概要注意不要被电到 所以你可以避免一些危险 反过来说有一些病人啊 他是先天就没有痛的感觉 有这种病人很少 但你可能会觉得说 哇很好 就是没有痛 医乎都没有痛 可是其实他们生活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受伤啦 就是说比如说手被这个热水烫到 他自己没感觉 对所以他必须要一直去检查说 我的身体有没有哪里受伤什么的 所以其实对正常人来说 没有疼痛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好的 可是如果是对一些慢性疼痛的患者来讲的话 那疼痛这件事就是不好的了 因为那个慢性疼痛是他24小时都会跟着你 而且他在一些特别的状况 比如说你如果去碰到冰的啦 就是看每个人的状况 他就会痛得更厉害 而且他会让你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所以讲到你的记忆等等 所以这些其实 这个时候痛其实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嗯 对 那老师您刚刚说慢性疼痛 通常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慢性疼痛它有个定义就是说 呃你的这个伤口愈合了 可是你还是有疼痛 而且这个疼痛持续 有的人说一个月 有人说三个月 那么这个就叫做慢性 对就是说他持续的时间 嗯哼 那他的原因很多 有的是所谓神经性的 有的是所谓的非神经性的 比如说的肌肉拉伤 或是其他的原因 嗯哼 对那基本上他的操作定义 就是用一个时间来算这样 嗯对 那当然要看你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说到底是神经性的 还是非神经性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慢性的疼痛 是是是 那每个人对痛的感觉 其实不太一样 有的人一点点不舒服 他都觉得我我很痛 那有的人应该是能够承受那个疼痛的指数是很大的 那我们要 因为痛是每个人主观的感觉 那像老师在文章里面写到了 主观的疼痛要怎么样客观理解 就这个要怎么样测量这个疼痛呢 其实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题目有进去 是因为以前在当神经科医师的时候 然后我每天看照会 然后就发现说 哎这个每一科都有这个疼痛的病人 不管你是肿瘤科啊 或是心神奈歇科啊 或是心脏科 心脚痛 是 等等的 可是我们临床上都没有一个检查 可以测一下 哦你有多痛这样 完全没有 你也不能说 像量血压测血糖 或是照一个S光 或照一个MRI 就知道说你有多痛 对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说 哎这是一个临床上 非常普遍的问题 可是为什么我们都 无法客观的理解他这样 对 那早期在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简单的问 这个会痛的病人说 哎0到10分或0到100分 你觉得有几分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 对啊 我其实有做过这种测量 然后我就想说 那这样我现在要打几分 我都不知道那个分数 从0到10 我要怎么样评断 我是几分啊 对 那有的病人他也不会老实回答 比如说他可能为了要 获得一个诊断证明书 说他有严重的话 他就跟你说非常的痛 哦等等的 或是有人会很会忍耐 他明明很痛 跟他说我不痛我不痛 对 但其实就是你只能够靠 他主观的描述 去理解说 哎这个他的痛到底是多严重这样 对 那大概到了80年 末期90年 那时候就有一些比较 先进的一些非侵入性的脑影像技术 像我们实验室用的这个 功能性指针噪影 那么他就可以去及时的去看说 哎当我们在觉得痛的时候 我们脑袋的这个反应 嗯 那大概10年20年的研究就发现说 如果我们会痛的时候 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些跟痛觉有关的 区域会有反应 从MRI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痛觉的变化 对 不过痛觉这个东西很复杂 是 就是说如果你去看 国际上有一个所谓疼痛研究协会 他们对于痛觉的定义就是说 痛觉是一个不舒服的情绪的反应 而且它可能会跟你受到这个物理性刺激 跟可能受到物理性刺激都可以影响到痛 嗯 那所谓可能受到物理性刺激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手曾经被门夹过 哎那你看到那个门 你手接近那个门的时候 你可能就觉得痛了 预期的性 对预期或是其他因素 那么这些都可以造成疼痛 或者是说 哎如果你看到你的家人 那么比如说手被锅子烫到 那你也会觉得痛 那这种就是一个所谓同理性的反应 这个也是实际上 你并没有受到物理性的刺激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痛 那这种反应跟我们大脑有关系吗 就是我们来理解这个痛觉的关系 有啊严格来讲的话 就是说痛觉的一个感觉 基本上会受到我们认知情绪 跟情绪的影响 那所谓认知的影响 就是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如果我现在拿一个尖的东西刺你的皮肤 但是我请你做心涮 那么这个跟我拿一个尖的东西直接刺你 没有请你做心涮 你就会知道说 哎有做心涮的时候比较不会痛 分散注意力 对分散注意力嘛 所以这个注意力就是一个 会影响到我们痛觉的一个因素 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 比如说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很容易紧张 就是说 对他只要来到一个实验场所 他就非常的紧张 那么这个很容易紧张 他也会让那个疼痛比较强 所以紧张或压力 这种情绪也会影响我们对痛觉的感觉 是不是 对这个跟我们脑袋里面 比如说负责这个情绪的一些脑部的网络 是有关的 对那因为每一个人他脑部的这个结构跟他的这个脑区的连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所以这也就造成说每个人他对于这个痛觉反应会不太一样 对那老师可以帮我们再在科学一点来分析说那痛到底怎么产生的在生理上面他的过程是怎么样 就是如果是从比较古典的讲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由下往上跟一个由上往下的这两个讯息 老师在文章里有写到 对那所谓由下往上就是比如说我拿一个针刺你的皮肤 这个皮肤就会从你的周边神经一路从脊髓传到你的大脑 从我们的神经传递上来 周边神经到中处神经 这个叫由下往上 可是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注意力 如果你的注意力被分散那么你这个他会有个讯息从我们大脑往下 去抑制这个痛觉传上去的量 所以当我分散注意力的时候呢 那么我这个外界的这个痛觉的讯息基本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传到我们的大脑 简单说是这样 那由下往上跟由上往下这两种方式是他是同时在运作的吗 这个就要看你当时的状况是什么状况这样 比如说如果你脑袋完全是放松的 那你就没有所谓的由上往下 那么你的痛觉就可能取决于这个外界的刺激有多强 可是如果相反的你是非常紧张 然后你对于这个所有有关痛觉的资讯都非常注意 那么哪怕是我只是摸你一下你都会觉得痛 对所以这两个路径其实他是会互相影响的 对那其实这两个路径就影响了我们对痛的感觉 简单的说是这样 不过现在的尤其是最近十年的一些神经科学的研究关于痛觉呢 其实有一些更复杂的理论 并不是单纯的这个由下往上或由上往下 我们对于这个外界的所有的感官的感觉 我们并不是一张白纸 就是我们的脑袋其实都会有一个预设的模式 那这个预设的模式在我接触到这个刺激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去比对 如果这个进来的刺激跟我预设的差不多 那我其实是比较不会有什么反应的 像我个人很怕看牙齿啊 因为那个机器每次一开我就觉得 听到声音我就好像要 所以你可以想象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说 这个医生什么都没有跟你讲 然后就直接钻进去了 那时候你就超痛了嘛 可是第二个医生他会跟你说 我现在要给你什么 这个大概会怎么样 让你有个预期的心理 有个准备 那么他钻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就是这样而已 就还好嘛 没有我想象中预期那么痛 对所以这就表示说 其实你脑袋里面的一个 预设的一个内在模式 它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说有预期 我预期不会痛啊 结果你给我一个超痛的 那我大概会叫出来吧 就是说这个预期跟实际的落差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predition error 就是说如果我预期的 跟我实际上很接近的时候呢 那么我的这个感觉 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反应 那是不是有点心理的成分在里面 对啊 但是我们会把它分得比较细 所谓心理的我们会分比如说 认知的啊 情绪的啊 那认知又会去分说也是注意力呢 还是这个记忆啊 或者是其他的 预期也是其中一个 比如说我刚刚举的这个 看牙指的例子 那这个就是牵涉到说 为什么我一样的刺激 一直给你的时候会越来越不痛 如果我们的痛觉完全是由下往上的 那我每次跟你的刺激都一样嘛 所以我不是应该每次感觉到痛都是差不多吗 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是 因为我第一次接受到痛觉的时候 诶我会觉得很痛 对 可是第二次又来的时候 诶我也觉得差不多痛 第三次又一样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啊那就是都这样了嘛 所以就感觉麻木了是不是还是 就是说我的预期跟我实际上的越来越接近 是是是 到最后当我的这个预期跟我实际上的接受到的痛刺激一样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没什么反应 嗯 那我觉得这样会不会让一般人产生误解说 只要痛其实我忍耐一下 他就可能就长时间下来就不会那么痛 对 不过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所谓忍耐 哦忍耐是你觉得很痛 可是你并没有表达出来 哦 哦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做这种痛学的这个神经科研究里面 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 一个所谓我们叫做干扰因子 比如说如果你请你的好朋友来做实验 那么你就会发现说 他打的那个痛学分数都很低 可他明明就非常痛了嘛 明明我觉得应该给他很强的刺激 怎么他都没有觉得痛 对 那就是你所谓的忍耐嘛 忍耐 他可能就是一个对痛学忍受度很高的人 可是其实他会觉得痛 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是比如说像西方人 他们比较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你只要给他一点点他就觉得 我这个非常的痛这样 所以这个里面其实也有所谓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对 是 那不同年龄对痛觉的反应会有不一样吗 我们可以分就是所谓的一样周边神经跟中枢神经来看 那如果以周边神经来看的话 我们皮肤里面都有一些痛觉神经 那这些神经其实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他会越来越少 哦 对这个是有的 是 可是这并不是代表说年纪越大对痛觉越迟钝 不是 就是如果你去看临床的资料 你就会发现老年人的慢性的痛其实比年轻人还多 那当然这原因很复杂 因为其实我们脑袋的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年纪 其实他也是会有变化的 对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 对啊听起来是很复杂 那还有像痛觉我们一般早期的观念会把他说 哎痛觉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他有所谓的感觉面向 感觉面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刺激比那个刺激痛 这个就是感觉面向 但是他有情绪面向 比如说电刺激跟热刺激 有的人觉得热刺激比较不舒服 但是有的人觉得电刺激比较不舒服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情感面向 那是情感面向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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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愉悦 那还有一种所谓认知面向 就是说痛觉他比较会吸引人的注意力 跟比如说触觉比起来 所以他有不同的面向 那我们的感觉其实是这些所有不同面向的综合 对 所以其实是蛮复杂的 老师您之前其实有在医院有开门诊过吗 对 那有没有一些病人的例子让你觉得说 这个病人的痛的情况特别复杂 其实一般我们临床上的疼痛 大概就是可以把它大概分成两类 一类是所谓非神经性的 比如说你的肌肉拉伤 这种就是所谓的非神经性 那另外一种是所谓神经性的 那神经性就原因非常的多 比如说糖尿病没有控制血糖 所以他神经坏掉 他就会本身就会放电 所以他就会痛 或者是比如说 最近满足出你去压到神经 这个也是 那这两种疼痛 在临床上的表现其实不太一样 如果是神经痛的呢 他通常会有一些特别的症状 比如说你摸他他就会痛 摸是触觉 一点点触觉他就痛 对 但是如果是肌肉 非神经性一般比较不会有这种症状 那这是症状 那治疗上其实也不太一样 如果是神经性的 我们一般会使用一些像是 钙离子纳离子的阻断剂 就是类似癫痫那类药 但如果是这种发炎性的 我们其实应该要用那种 所谓非类固存性的消炎 止痛药会比较小 老师讲到重点 要怎么样面对疼痛 或是要怎么样吃止痛药 这件事情 我们下一集节目 要请老师再帮我们多 做不一样的分析 还有让我们认识不同的止痛药 它的功能跟它的机制是什么 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先谈到这边 下一集呢 曾老师会给我们更精彩的 关于疼痛管理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欢听起来很科学 请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听到下一集节目了 我们下一集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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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